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V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吗? XXXX 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0.1.44分直播,1.44分弹幕高清超清,720p,高清480p,标清270p,倍速0.5X,1.0X,1.25X,1.5X,2.0X,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急紧, 中国蓝队79.66,斯洛文尼亚,胡金秋18.5,中国热身赛三联手,50%,75%,1.0.X,倍速播放模式, BD5AD8B8B8B17B2F9DB63D89138V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数错误吗? 版本号3.4.37,2018年7月21日15点01分57秒,播放流水EBC65F754DB9D450,2.3108.97CA2C6D170201, 本地热身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几紧, 中国蓝队79.66,斯洛文尼亚,胡金秋18.5,中国热身赛三联手,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VDATA等于IMG,HTTP,NOOS,GTIMG.COM,NOOSAPP, LS04493138809,VS04800,Videosauce Type 1,SIP,N00279ZDLMN, D视频,积极中国蓝队719比60由斯洛文尼亚,胡金秋18加5,中国热身赛三联胜, 时长约1分45秒,腾讯体育7月22日去,2018年周四国际南蓝队抗赛, 第三场在吉林进行,中国蓝蓝队719比60由战胜斯洛文尼亚队, 取得了对斯洛文尼亚队的热身赛三联胜,本场比赛,胡金秋表现极为高效, 他仅出战了17分钟41秒,2分球9投7中,罚球5把4中,砍下全场最高的18分, 此外他还有6个篮板和一次盖冒进账,中国篮球专期,本场比赛, 中国南蓝蓝队的第一次有效进攻,就是由胡金秋完成的, 手节比赛的前两分钟,双方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防守之上, 直到比赛进行了2分02秒,斯洛文尼亚才利用一次上篮打破了场上僵局, 斯洛文尼亚刚刚取得领先,胡金秋就站出来,被中国南蓝蓝队解决了进攻难题, 他右侧面框拿球,直冲篮筐造成对方犯规,通过两次拔球帮助蓝队将比分扳平, 随后的一个回合里,被中国南蓝蓝队完成得分的还是胡金秋, 这一次他被队篮筐挤出空当上篮命中,第一节比赛打的还剩5分46秒的时候, 胡金秋利用拔球得到1分,在手节将近半截的时间里, 中国南蓝蓝队的全部得分,都是由胡金秋包篮的, 看到手节胡金秋如此精彩的表现,我们并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此前的两场比赛,我们已经见识过胡金秋在内线的威力, 双方首场较量中,胡金秋在1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拿下10分5个篮板,第二场比赛效率更高, 小胡出展22分钟,2分球9投8中, 砍下16分5个篮板,也就是说,在本次中次南蓝队抗赛中, 胡金秋毫无疑问是中国南蓝蓝队的内线进攻核心, 经过手节双方高强度防守的对抗, 中国南蓝蓝队依靠着第二节比赛的出色巴灰,将对手击垮, 而这一波进攻狂潮中,自然少不了胡金秋身影, 胡金秋在第二节中段被杜峰派遣出场, 登场后不久他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进攻表演, 当时是斯洛伦尼亚后场运球出现失误, 无前断球后直接测动反击, 身高达到2米10的胡金秋毫不犀利, 成为了第一个跟机坏下的蓝队成员, 中路接到无前分球,一气飞身报可完成反击, 上场就拼尽全力,是一名年轻球员拥有的态度, 胡金秋的积极努力,不仅体现在一次次转换进攻中的疯狂快响, 距离上半时比赛结束,还有2分41秒的时候, 中国南篮篮队进攻卫国, 斯洛伦尼亚凑动反击, 斯洛伦尼亚后卫冯切奈快速运球, 来的全场准备上路,不论胡金秋拍马赶到, 一个大帽将冯切纳的上篮散出, 强硬,霸气,不惧身体对抗, 是这三场比赛,胡金秋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大家或许都还记得, 就在一年之前的南篮赛场, 球风偏软,还是胡金秋给予词句的一个标签, 去年夏天,无论是热身赛还是亚洲杯赛场, 胡金秋经常因为在内线打得不够强硬而遭到诟病, 经过了又一个赛季的历练, 胡金秋使得长足进步, 上个赛季他为广煞猪占了54场比赛, 场均18.9分8.5个篮板, 都创造了他征战职业比赛三年来的新高, 尖完,胡金秋打出了中四南篮对抗赛开打以来, 个人最为出色的一场比赛, 而全部三场比赛中, 胡金秋内线表现稳定, 统治力大幅提升, 令人欣慰不移, 持后投手。